这情绪价值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就像我们常听到的一句独奇谈 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他就是不爱你 那么今天我要说的是 不在意你情绪的人不是真正的爱你 而情绪价值这件事情它本身绝对不应该是 它不回你的信心了 对你爱他不理了 对你永远都没有一次正向的反馈 一直在不停的让你去PUA你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价值 不明白吗 那我举个例子给您吧 我妈做饭菜烧咸了 我爸说哎呀咸了好 咸了下饭夏天流汗 我就要多补充点盐分 吃咸了我还能多喝水 多喝水它本身就对身体好呀 我妈做饭菜烧淡了 我爸说吃淡点好健康饮食吃咸了 我容易得高血压 现在的人呢不都体倡低盐低油的生活吗 我妈给我爸买的衣服啊 这有点小 我爸说嗯这看着挺好贴身多暖和 我爸给我妈买的衣服啊有点淡 我妈说宽松休闲款的都这样 而且以后万一我要是长胖了也能穿 我爸打扫家里卫生的时候啊 不小心把家里的家具搞坏了 我妈说咱这家里打扫的还真是干净啊 谁家老爷们是又能忙家里又能忙家外 还能这么能干 东西坏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坏的好 我早就想换了 小时候啊 我说实话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理解 他们两个人这么双标的一个相处互捧的方式啊 但是直到我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 我才了解到这两个人在一起拥有正面情绪价值真正的作用 他能善待我的一些不完美之处 我能给予他尊重 理解与认同 我们在面对彼此的时候啊 都会非常努力的去尽量减少我们双方输出负面的情绪价值 也会在不断的去磨合去学习正面情绪价值 去回应对方 给予对方积极的情绪 所以求求您了 别再打着说 因为他跟别人相比 能去带给您一些情绪价值 所以您才放不下他这种屁话了